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县竹南镇起顶车站旁的观景步道 滨海方向边坡两年前降雨冲刷土石崩塌 历经了长时间争取 总算在文官局的协助之下完成了修复 保障了游客还有边坡下方房屋的安全 但由于这起顶是热门的景点 所以竹南镇公所争取规划要来用地 设立大型车的停车方便旅客 竹南镇起顶车站旁观景平台 一侧可以看火车一侧能够闪海景 最近修起安全再加分步道的边坡复建完工 当初这个交通部光级争取的机会是 已经做好了结果不久就造成坍塌的问题 结果这又是有国产署的土地 那也是会了一番功夫 因为很多好像都变成三不管地带 那也蛮大家推来推 那终于也得到我们苗栗县政府文官局的来试作 两年前步道新完工 时隔不久边海方向的边坡就被浴室冲刷崩塌 但是考量用地还有经费迟迟无法解决 幸好获得文官局协助740万 除了护波也强化排水工程 日栽草皮等 目前已经完成 由于骑顶车站 子母隧道等景点越来越热门 政工所也将密地辟建大型车的停车场 台六十线上来这个仁爱路的左手边 那也是零物级的土地 那我们正在跟零物级起的拨用之后 那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停车场 能够要来这个子母隧道还是观景台这边 能够让它非常的方便 车子开上去 到时候它周边的这个 骑顶火车站周边的一些道路 那我们看怎样来规划 人从那边下 然后转个弯再回来这个停车场这边 让他们要来游玩的都非常的方便 考量景点人潮 县府政工所强化设施维护 民众前来游玩 增填安全性 便利性 希望对于景点的好印象 能够发挥加分的效果